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隔夜必至財經,每晚最受歡迎這個節目,星期二、六都有的 跟大家說一下,用堅仔賽馬APP的大手聲碟,看看有沒有寄居非買單Q單位置Q 那些古靈精怪的冷門英武早飛落,一定是在這裡看到的,買多少,幾時買,全部一眼,一覽無遺 還沒說之前,希望大家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記得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右手邊的四星龍珠按下去就是啦 馬上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馬來落早飛落 見到呢,哇,真是港式日式餐廳,二、三、四 電子寶貝,隨我來怪獸媽媽,似乎是古猛報速,慣性積極都擺到前走 全部都是我貼的馬來的,這麼厲害,全部都是麗菲來的 另外,就是剛才那隻電子寶貝比較多一點,另外下場中復者加飛帥我沒有,馬神好運暫時都是買Pay 不過中復者有些信心,潘頓不要那麼有趣,難道又玩過招? 另外,盡力之誠成才,全部都是放前走的,不過買很少而已,一千元 接報買得比較多,三WIN一批,看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那大當樂儀真是那麼有趣,拖了單Q,常聘常種,都知道田太安鬼上身 另外,中德威呢,一膽兩腳而已,拖了電信火箭和蝦餃燒買 也挺有信心,買一萬元連用來之Q,單Q來的,看看到時候是否真的可以 幸福友善是熱門來的,諾祖飛也是泥飛,一萬四元 至於電信超班,這些馬都是熱門,正常會買一萬元都合理的 去到第八場,卓腳錦標,這場比較亂,所以都是細主,沒什麼特別的 第九場暫時沒有,大家都可以留意前場的場次是否真的來前領 好,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記得明天看完大倉南北之後 晚上就是我和Kimi做的Live,大家千萬不要走開,到時再見,Bye 以上,馬筆推介為蔡網民評論,有人採詞報 可以急升或急跌,投注者可能是夢獸投注全部 失誤表現並不反映,再來表現投注適合風險 應該評估馬筆守適合風險,和建制採賣APP的大首升跌 我看到我有幾坨投場,反而有2、3、4,就沒有我講的1號 10號雙藍期,看看一檔是否幫不了他 到時候大家記得早一點,6點,因為6點9,跑第一場 千萬不要走開,我們到時再見,今晚早點休息,養足精神 慢安,Bye Bye